本来以为北京这个月会比较惨淡,其实真的很棒,原定于周五版上发的这一条,在我看到首都剧场的推文之后,选择改到今天发,法语版婚姻生活和西贡早于上海, 呼吁话剧繁华,值得感受,首都剧场精品剧目标青展,则有暴风雨和福地两部作品,后者评宣传片,让我恨不得飞去北京,百老会高清乐在当下,也不妨一看,啰嗦一句,对新戏不感兴趣可以多刷高清影像啊,才不信你们都看过了呢。 另外,深夜小狗离奇事件,此时应该刚刚结束了在北京的演出,北京的朋友们可以回顾我们写过的一篇评论 《我爱这少年》克里斯托福,和一篇专访《跟着小狗》的男主学了一个新单词,Inquisitive,首都剧场两部戏,请关注首都剧场公众号,进行详情了解和购买,以下为好戏推荐的六部戏剧, 婚姻生活繁花西贡暴风雨,福帝,百老会高清乐在当下,婚姻生活叙事性,形式感,易懂程度,约会指数,示意全家观看,演出时间,2018年6月12日到13日演出地点,国家大剧院演出票价,260到600法语对白,中文字幕,整场演出90分钟,无中场休息 根据1973年,因格马伯格曼导演的同名电影改编的话剧,女主角饰演者,雷迪西亚卡斯塔,事前为蜜天使,法国超模,著名演员,其戏剧代表作有奥迪娜和她在等你,她的第一部电影作品,便是与两大影帝,热拉尔德帕迪约,罗伯托·贝尼尼合作的《美丽新世界》,1999年,四年在蓝色的自行车中,她的演技终于得到承认, 蓝色的自行车剧照,2010年,卡斯塔,凭借在影片《甘思布·英雄人生》中的出色表演,获得法国电影《凯撒奖》提名,2012年,她获邀成为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审团成员,2016年,由她担任导演,编剧和制片人的短片,与我若选嘎那电影节非竞赛单元,男主角饰演者 拉斐尔佩松纳兹,法国当红的电影演员,她是2013年法国电影《年轻男演员》的风向标,帕特里克迪阿尔奖的得主,2010年,她凭借代表作《猛旁西埃王妃》提名,法国电影《凯撒奖》, 2013年又凭借影片法国总理和马吕斯,获得了《卢尼埃奖》最佳新人男演员,繁花叙事性,形式感,易懂程度,约会指数,示意全家观看,演出时间,2018年6月21日到6月24日演出时长,三小时寒中场休息,演出地点,天桥艺术中心演出票价,99到680元,新护语演出中文字幕, 2012年,金宇成发表了《凡花》,后获得第九届《矛盾文学奖》,2018年,舞台剧《凡花》在上海首演,相信经过打磨之后,此次在北京的演出,肯定会更加成熟,《凡花》第三位置有为主干,旁生出多位市井生活中的人物命运与城市地图,传联起跨越三十余年的《弄堂史诗》《与烟火传奇》,小说有着走街串巷的地图是写的, 写作和飞花扑蝶般的人物群像,而舞台剧在此难度下作了有效地情节梳理与集中,将上海的六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穿插,舞台上的写意与写实,赋予了更多权势援助的路径, 北京观众不妨感受一下上海的气息,写过一篇评论,戳这里回顾,西贡叙事性,形势感,易懂程度,约会指数,示意全家观看,演出时间,2018年6月22日到6月24日演出地点, 北京保力剧院演出票价,280到880法语对白,中文字幕,时长约三小时45分寒幕休西贡的故事,发生在一个餐厅,它跨越时空,同时存在于当代的法国和五十年代的西贡, 法国人,越南人,或是越南裔法国人,因为历史的变革和地域的界定,远离故土和爱人,他们拥有相同的故土和文化,以及一种仅能在记忆中重温的语言,这样的故事讲述的不但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,也关于整个人类历史和全世界, 西贡于2017年在阿维尼翁戏剧节演出后,即获得赞誉和瞩目,至今已经在全球多个国家进行了巡演,暴风雨叙事性,形势感,一种程度,约会指数,示意全家观看,演出时间,6.2224 演出地点,首都剧场演出票价,八十到六百八十这一版《沙士比亚的暴风雨》,由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国家剧院带来,导演则是来自保加利亚的《亚历山大·莫尔夫·埃德·杰德·莫佛夫》,早在2014年,莫尔夫曾经写以色列盖谢尔剧院献上堂皇,除了在保加利亚本国颇受欢迎之外, 在2000年初期,他的作品在俄罗斯饱受赞誉,2001年到2007年间四次获得金面具奖提名,其中就包括暴风雨,导演自己有个非常全面的个人网站,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,他曾经这样解释创作暴风雨的动机,我们需要一种哲学的深思,当人生和世界发生重大改变之后,所有的偶像都被推翻或是毁灭, 你不得不审视自己,你的过去,现在,甚至未来,伏地叙事性,形式感,一种程度,约会指数,示意全家观看,演出时间,6.2971 演出地点,首都剧场演出票价,80到680元伏地,以罗兹80,90年代的工业发展为题材,对波兰亡国19世纪,资本主义社会状况,进行了全面的深刻的揭露, 90年代的罗兹,是波兰和外国垄断资本主义,高度发展,和十分集中的地方,本据所写的印染厂老板布霍尔茨和棉房厂老板沙鸦,就是垄断资本的代表人物,布霍尔茨由于拥有一万财产,被人们看成是罗兹的统治者, 罗兹的灵魂,千百万人生命的主宰,他死之后,全罗兹为他举行盛大的葬礼,所有的工厂这一天都停工,全体职工被派去送葬,沙亚来到恩德尔茨家参加资本家们的聚会时,到会的工厂老板们,都得听从他的意见,对他百依百顺,有兴趣的朋友,可以科学上网,用Ramely Ouzerzik加Zimiel的Canada关键词搜索, 宣传片的风格非常暗黑,有人唱着波兰语的Rap质感非常棒,一秒种草,乐在当下高清影下去适性,形式感,一懂程度,约会指数,示意全家观看,演出时间,6.3018比30演出地点,北京中间剧场,2017年托尼奖户讲话剧作品, 英国传奇剧作家诺埃尔考沃德,诀世的经典喜剧乐在当下Present Water由百老汇高清出品,这部被视为考沃德半自传式的作品,讲述了一个陷入中年危机的自恋演员盖瑞艾森代 在开始,一段非洲之旅前,不得不试图甩掉一个疯狂的剧作家,一些想要引诱他的女人,和长期伴随他左右的秘书和伴侣,此次百老汇副牌由托尼奖提名导演 在Moyed Spons 指导,凭借万尼亚和索尼亚和马莎和斯派克,获得托尼奖提名的克里斯汀尼森,克里斯汀尼森,克里斯汀尼森一集主演过《老爸老妈浪漫史》,复仇者联盟的Cody史莫德斯,Cobiasmo纷纷加盟,而魁为百老汇十年之久的克莱恩也不负这个伟大角色,凭此摘得个人第三座托尼奖杯,可谓精彩分成,搓手期待。